华文作家协会论坛讲座的第十一讲 我们美国呢 我们是在洛杉矶了 美国正在是感恩节的最后一天 明天就要上班了 那么像我们写的 该吃的吃了 该喝的喝了 我们来点精彩的收尾 特别邀请到了国内的洪学专家 这个著名的曹雪芹研究专家 北京曹雪芹纪念馆原馆长 现在的荣誉馆长李明新老师 这个今天来的人很多 这个相信大家都是对吧 这个很多对《红楼梦》都是很有研究的 我上网也查了一下 说句实话李老师 他是曹雪芹的纪念馆怎么回事 而且在北京香山附近 有一段文字的很精彩 也有点伤感 说是乾隆27年 1763年 这个马年的除夕 全国就要过年了 在北京的西郊大雪纷飞 在香山脚下的一个茅屋里面 一个曾经璀璨的生命黯然离世 他就是千古奇书《红楼梦》的作者 曹雪芹先生 我们今天相信会从李明新老师 学到很多东西 了解到很多东西 特别是今天我们还有三名嘉宾 一个是著名的作家 石中山老师 他是我们激情燃烧岁月的作者 他目前也是北京海淀区作家协会的主席 就是他把这个李明新老师介绍给我们 再有一个是施伟老师 他是在美国为数不多的大陆专业作家 从事专业 这个毕业于复旦大学 可以说他是我们作家协会 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的当家华旦 真的是当之无贵 那么第三个我们还有一个深美英 他也是中文系毕业的 特别是他是协会当之无愧的古诗词专家 对这个古诗词很有研究 而且我们往往在重大文章直笔的时候 都是他来操作 所以今天我们很期待这么多人在一起 大家都知道《红楼梦》的渊源了 《红楼梦》的故事 《红楼梦》的人物 很多很多的 我甚至今天下午跟有的理学博士聊天 人家讲他是把《红楼梦》当作自己的论文 科研论文来分析 用计算机输入这种 在第几页在同一个人描述了多少次 什么关系 伏笔 甚至讲他的孩子 数学物理不是很好 但是可以背诵《红楼梦》里所有的诗句 你看看 好 我们不耽误时间 下面有请李明鑫老师登场 谢谢 谢谢北奥老师的主持 谢谢黄会长 葳葳姐 中山主席 还有各位老师 各位朋友 大家 你们应该是下午好 我这里是上午好 此时此刻是北京时间的上午07分 上午07分 我是在北京的二环路边上 在这个狼环书房里边 跟大家隔空神会 这个几十年前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神会 但是现在是非常的便利 今天我们要一起穿越时空去看一看 离开已经离开我们258年的曹雪芹先生 一起去看一看他在《红楼梦》里边 告诉了我们什么 我这个声音可以吗 正好 好 那我们继续 刚才大家看到的小视频 是我工作的部分经历 因为我在黄叶村曹雪芹纪念馆工作 那这个红学界的老先生们呢 他们不叫我馆长 他们叫我村长 因为他们说馆长太多了 村长是唯一的 所以他们叫我村长 我很客观地说我不是红学家 而且我确实也不以此为荣 我只是做这个主题博物馆的 博物馆其实是不要求深刻的 但是它要求公允 要求公允 它要把学界的所有的成就 很公平地展现出来 我们呢也是要拿出最平和的一种方案 展览方案 也努力使自己不成为这个红学界的靶子 因为红学界的这个观点太多了 太多了 大家都是各成一派 那么今天我跟老师们交流的话题呢 我把PTT打开 那个视频还没有放啊 还没有放 视频 把视频现在放一下吧 还没有放 没有放吗 先是射一下 威威姐那您放一下 大概有个两分钟 你是说的那个工作的那个视频啊 嗯就是刚才那个老师说 就刚才那个视频啊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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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红楼梦 梦红楼 红楼一曲绝千秋 几朵儿女情长 几朵爱恋悲愁 几朵金鱼 铺金锈 红楼梦 红红楼 红楼一梦千古有 几朵家雨渺处 几朵真情表露 几朵花 隔斜风流 梦醒来 却是一场梦 转眼花在 轻一空 千里长逢 曲终人散尽 留下那红楼一曲绝不舍 梦醒来 却是一场梦 漫漫一片 剑沙丘 千里长逢 曲终人散尽 千里长逢 曲终人散尽 留下那红楼一曲 长不朽 留下那红楼一曲 长不朽 听见 的一曲 长不朽 的一曲 终人散尽 的一曲 长不朽 的一曲 长不朽 听见 的一曲 赵沙丽 大家又看了一下 我的部分工作经历 那我们回到刚才的主题 我今天要跟大家交流的是这样的一个题目 我们为什么要读《红楼梦》 我从四个小题目来跟大家交流 第一个是《红楼梦》 是一部经久不衰的伟大的文学作品 它是一个文学作品 我强调它是一个伟大的文学作品 它不是历史作品 第二 作家应该如何读《红楼梦》 第三 曹雪芹的 我给大家介绍曹雪芹的家世声停 第四 我给大家介绍 目前《红楼梦》研究的一些死结 这些死结到目前还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 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PPT吗 看不到 看不到 它要共享一下 不好意思 稍等 那应该在哪里 然后这样大家可以看到了 这样可以看到了 是吧 可以了吗 可以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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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 大家一起来探讨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红楼梦》是一部经久不衰的伟大的文学作品 那么近三百年来呢 《红楼梦》的热度不减 《红楼梦》的创作时间 《红楼梦》公认的是从乾隆九年到乾隆十九年 因为《红楼梦》早期的抄本系列有十二个 在这十二个抄本系列中 最早纪念的版本是甲絮本 《纸燕斋崇平石头记》 甲絮是乾隆十九年 这本书里面呢 他记载了说批阅十载 说曹雪芹批阅十载 增山五次 用这个时间呢 我们往前推 就是乾隆十九年的时候 他说批阅十载登山五次 那么往前推呢 就是乾隆九年左右 就是乾隆九年到十九年 这个时间十年的时间内 完成了《红楼梦》的创作 那么曹雪芹那个时候是多大呢 他从多大岁数开始写《红楼梦》的呢 我们还是以红学界公认的一个说法 就是他生于康熙五十四年 属于乾隆二十八年 也就是从1715年到1763年 他在世上活了四十八岁 关于他活了多少岁 这也是一个时间 我们后面再去讲 那么也就是他从二十八岁到三十八岁 这十年时间完成了他的《红楼梦》的创作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时间 《红楼梦》的诞生到现在 一共是二百七十七年 那么将近三百年 这部作品的热度不减 那么在清朝的时候 有一个在清朝家道年间的呢 有一首《竹之词》里面就写到 写到什么呢 他说《开谈不说红楼梦》 读尽诗书亦妄然 一曲红楼多少梦 晴天晴海换晴身 什么意思呢 是说那个时候 这个《红楼梦》 大家是广为所知 知识分子在聊天的时候呢 如果不聊《红楼梦》 那你就不时尚了 你就out了 你就落伍了 那么这种《红楼梦》 盛传的这种情况呢 我们当今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红楼梦》里的生活 依然在我们身边演绎着 《红楼梦》里的人物 依然鲜活地活在我们身边 白信勇先生 他对《红楼梦》有一个说法 他说《红楼梦》是一部 跨越时空的宇宙天书 他诉说的人情世故 生离死别 出世入世 爱恨情仇 无地狱之别 永不过时 那么今天《红楼梦》 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 白信勇先生呢 他把这个人群啊 他分为两类啊 他把一类是读过《红楼梦》的 一类呢 是没读过《红楼梦》的 他这样来分 我是这样理解 白先生这句话的 这个读过的人呢 就像看了一台大戏啊 那些高贵的 低贱的 富有的 贫穷的 美的 丑的 高傲的 卑微的 等等的各种的生命形态啊 都在《红楼梦》这个大舞台上上演的 而读者就是观众 读者就是观众 当你认真 检阅过这些生命 在你面前走过的这些形形色色的生命 体会他们的悲欢离合 你就知道了 人这种生物 是有命运 是有复命的 你知道了命运在哪儿 哪些是可以通过自己奋斗啊 就可以掌握在手里的 哪些呢 是不可抗拒的啊 不可抗拒的 那么你知命就从容了 知道什么是可为 什么是不可为 至于没有读过《红楼梦》的 那就活得有些仓皇 狼狈啊 好像总是被命运追赶着 那么每一个人 我们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活着的理由 我们都有各自的命运的走向 但是最终还是要归于白茫茫的一片大戏啊 因为《红楼梦》呢 是苦的 作者是让我们出梦的 是要警醒我们 不要在红尘里打滚的 如果把《红楼梦》读成 琴棋书画诗酒茶 太轻薄了 我觉得就卸读了这部作品 也卸读了作者 同时 《红楼梦》又告诉我们 人生中是有着诗意的美好 人生是甜的 正如红一法师袁济石写下的那四个字 悲心交集 这其中的旷位 就是人生 就是人生 尽管二百多年来 《红楼梦》的热度不减 但是客观地说 在1949年以前 《红楼梦》属于自然阅读 自然传播的状态 知识分子呢 只是根据他的个人喜好去读他 民间也因为《红楼梦》的这种滥伤啊 出现了大量的《红楼梦》题材的审美物件啊 好多啊 比如说火柴河 这民国的时候特别多 像火柴河 月亮牌 镜画 眼盆里都有《红楼梦》人物啊 茶壶上也有啊 当然还有一些高雅的文人的这些主题活动啊 像绘画呀 还有一些艺术形式像电影啊 戏剧呀 插曲等等啊 那么 1954年 1954年 于平国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是政治介入学术的灾难 因为是给那个跟洛杉矶的这个这个这个朋友们交流 所以我呢 有些语言我可以放开一些 在国内有的时候有些话到目前还不能讲啊 呃 应该说 54年的这这是一个政治的提寒 毛泽东呢 把《红楼梦》赋予了阶级斗争的意义 正是因为领袖人物的介入 使得《红楼梦》呢 这部小说被全民关注啊 这在《红楼梦》的传播史上 是前所未有的 于平国1954年 在写给他的朋友龙一生的这个信中呢 他就在这个信中说啊 就我给大家看的这个这个这个画面 这是他一个手杂啊 你看过去那个文人写信是很讲究的 他这个这个这个手杂本身也是一个艺术性的啊 他说 他对他对他对卢医生说 他说 D 研制红鞋 其结论未必全谬啊 但血系旧的一套 大家看这个文字啊 所谓唯心观点啊 就这下就是所谓唯心观点 他说我本意 预先恢复曹氏原本之真相啊 然后徐徒批判 却忘了面对人民 配合政治啊 一个一个一个知识分子 一个读书人啊 很悲哀啊 以至引起轩然大波 梁飞始料所及 真的不是我当初能够 我意料不到的啊 刑几则初步的返省 武兄以西人词相畏 后裔心明啊 后裔心明啊 写的其实心里是很有一些沉痛的 很沉重的啊 于平伯呢 是一位博学而多能的这个现代文学大师 他从事文学活动时间长达七十多年 呃 他的文学成就呢 跨越了创作与研究两个大的领域 有多方面的贡献和建树啊 但是于平伯本人从来没有以红学自居啊 更没有以红学自幼 红学仅仅是他学术成就的一个方面啊 但他却因为研究红学成为封口浪尖上的一个文人啊 新闻人物 于平伯也坦言自己的初衷 他说 也在政治中啊 政治氛围的做学问带来的这种影响啊 和波及啊 是他确实是他始教未及的 这个这封信里面 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个老学人 这政治的他不解啊 困惑和彷徨啊 恐惧也有一些恐惧和无奈 文革中呢 文革中呢 毛泽东让许世友去读红楼梦 而且告诉许世友读五遍才有发言权 这也成为了大众读红楼梦的一个标准 许世友是个武将 毛泽东看中他呢 是因为觉得他少闻 那么要加强这方面的修养啊 但是许世友是很反感的 许世友说 那有什么可读的 都是掉膀子的事 掉膀子就是搞对象啊 谈恋爱啊 谈听说爱啊 掉膀子的事 这个主席呢就劝他 毛泽东就劝他啊 说这个这个不是的 而毛泽东说就说你看他用了很多话 坐山观虎斗 千里搭长坡 没有不散的宴席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他用它来比喻国际形势 说你看国际形势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红楼梦》里面讲了很多政治斗争 然后那个许世友还讲 说那个他就是掉膀子 我看到就是在那谈谈听说爱 然后呢主席就说 说什么呀 说这个他是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的 他不能讲真话 他实际上讲的就是政治斗争 所以这个《红楼梦》在这样的政治基调上 被全民阅读 被全民阅读 不是一件好事 再有一次引发全民关注的 就是刘新武先生 在央视百家讲坛的系列讲座 就是我听说那个刘新武先生 还到美国去讲了一次 我不知道老师们听过他的这种讲座没有 就是他著名的这个琴学 琴可琴学 但是刘先生自己是个作家 他读《红楼梦》 有他的解读 有他的话语 这都没有问题 只是有一点 作家你应该知道 从生活原型到作品里人物之间的关系 他是如何变换来的 你不能把文学创作的规律 当作了学术研究的规律 这一点上 我觉得刘先生是错位的 刘先生是错位的 各种解读吧 就让我们想起鲁信先生说的那句话 经学者看见义 道学家看见了银 才子看见缠绵 革命家看见排满 刘延家看见了恭维密室 所以说如果政治介入学术的 让这部作品热度不减 不是一件好事 他把他的乐图引到了偏路上 引到了偏路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一些伟大的人物对他的评价 黄尊县是被称作 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是新世界的导师 世界革新的导师 黄尊县就说 《红楼梦》成开天辟地 从古至今第一部好小说 说他可以与日月争辉 而且万古不魔 毛泽东是在对十大关系里边 他讲过 他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 中国只有两件事值得骄傲 一个是地大物博 一个是文学上有部《红楼梦》 鲁信先生是从小说史的角度 毛泽东还说 对我刚才讲了 《红楼梦》是从小说史的角度 他说从《红楼梦》出来以后 传统的写法都被打破了 我们想一想 其他的我们的古典小说 人都是类型化的 人都是类型化的 好人坏人 非常清晰 他把他分作阵营了 但是《红楼梦》不是的 《红楼梦》里的人物都是立体的 我们来看王熙凤 王熙凤 如果《红楼梦》里面没有了 王熙凤这么一个活泼的人物 《红楼梦》就会失去很多色彩 但是王熙凤 他很歹毒对吧 他很歹毒 但是他很有才干 他爱他的丈夫 他也恨他的丈夫 他也害了他的丈夫 那么我们看这个人物 他就已经是有影子了 在阳光下有影子了 没有影子的人 是什么呢 那是给人 所以《红楼梦》的写法 把过去的写法都打破了 都打破了 这些伟大的人 对《红楼梦》都给予了这样的一个评价 我们从第三点看 他为什么热度不减 因为他离生活最近 因为他离生活最近 《红楼梦》并不是以大起大落的 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取胜的 他在我们眼前展现的 他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贵族家庭的日常生活 他的礼仪啊 他的节庆啊 他怎么吃饭 怎么睡觉 怎么穿衣 大家怎么一起结诗社玩 怎么一块赏景啊 鼠往寒来啊 和我们一样在过日子 但是就在这样的日子里 有生命的过往 有人生的智慧 有对命运的抗争与寻服 曹雨晴很傲气的 曹雨晴说 他在第一回 《红楼梦》第一回就讲 他说满指荒唐言 一把心酸泪 兜云作者吃 水解其中味 这是他对 物同时空的读者的质疑 什么意思 他说你们谁 能读懂我 你们谁 能知道我 到底要说什么呀 真正读《红楼梦》呢 他读懂《红楼梦》呢 确实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他需要伴随着一个人的成长 伴随着一个人读书的过程 他生命的成长 因为只有你带着生命的经历和阅历 来读他的时候 不同的年龄会读出不同的韵味 经常有一个诗人叫张朝 他就讲过这样的话 我觉得很有哲理 他说少年读书如西中跪跃 中年读书如听中赏跃 而老年读书如台上玩乐 他说少年读书的时候 你像在门缝里看月亮 它可能不完整 但是中年读书呢 你在听院里去看天上那颗月亮 它是大而圆满的 但是老年读书 老年读书 你就像在一个高台上 去把玩那颗月亮 把玩那颗月亮 三个年龄段 三个不同的读书境界 也倒进了人生 倒进了读书的妙用 《红楼梦》确实是值得 读一辈子的书 对《红楼梦》的解读 有着不同的层面 这就要说到 我们作为华文写作者 如何读《红楼梦》了 那我们一块来探讨第二个问题 我听一下老师们的反应 我这样讲行吗 速度 非常好 非常好 很清楚 因为还有PPG 好的 那我就继续讲下去 我们现在已经超过110人了 110人了 好 谢谢大家 第二个我们来交流 这作家为什么要做《红楼梦》 这部小说和他的作者 一直是被人们喜爱 因为不同时代的人 都在这部小说里找自己的人文化成 都在这部小说里寻找自己生存的养分 都在这部小说里寻找自己 那么作为华文写作者更应该如此 我刚才讲四大名著 四大名著 四大名著大家知道吗 他多数都经过市井传唱的阶段 最后由文人整理成书的 比如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是如此 他先是在市井传唱 然后文人把它总结成为一个 一个很整的小说 但是《红楼梦》呢 不是这样的 他是由文人直接创作成书的 他是文人写给文人看的 因而这部书它的气质是高贵和典雅的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呢 就像一位纪录片的大师啊 他将日常生活事无巨细的拍摄了下来 他不过多的增加个人的评论在里边 他没有明显的褒奖 这是一种非常悲悯的克制 非常悲悯的克制 若不是看透和悟透的人 不可能有这种把持啊 正是因为这种客观 从人性上讲 他让作品成为永不过时的经典 那我觉得《华为写作者》 第一个读他的理由是 《红楼梦》是我们 传统文化素材的提取库 因为有了曹雪芹《红楼梦》 中国人面对莎士比亚 巴尔扎克和普希金 托尔斯泰等等这些 世界级的文学巨匠的时候 就不会不好意思啊 这是中国红院会长 张静善前面讲的啊 曹雪芹《红楼梦》呢 是以深邃的思想 精湛的艺术和永恒的魅力啊 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部文学经典相媲美 我觉得都毫不逊色 那么我们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啊 我们的文学家有如同繁星般璀璨 曲原 李白杜普 苏氏 王安氏 光汉青 鲁迅一直到老舍啊 如果我们找到一个作家 让他来拿出他的一部作品来 来代表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话 大家可以想一下 似乎他们哪一个也不如曹雪芹更有分量啊 更有分量 因而曹雪芹呢 叫《红楼梦》呢 它是一种途径 是我们现代人了解古代中国的一种途径 也是外国人了解我们中华文化的一种途径啊 《红楼梦》你的文化信息是最丰富的 你看啊 这个 他有哲学思想 有宗教信仰 有伦理道德 有民俗民风 他的语言文字 他里面讲的音乐戏剧 园林建筑 绘画 服饰 饮食 公益美术等等 包罗万象 所以我们说他是文化信息最丰富最饱满 王猛在讲述《红楼梦》的时候 有力图把《红楼梦》还原成生活 研究他 英国的行政法院已经正式充施了麦克尔瑞士登 蔡英文同学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没有任何相关于蔡英文的博士口试的相关 那个 不必把那个禁音掉 不知道是谁啊 把那个全部禁音 然后要李老师自己打开 然后把全部禁音吗 李老师一个人打开 好 李老师你自己打开 不不 你要打开 打开你那个 打开你那个屏幕上面 左下方的那个麦克风 我说你帮忙打开 左下方 左下方 OK了吗 听到了吗 可以 可以挺好 讲吧 OK 我继续了 我继续了 王猛在讲述《红楼梦》的时候 就力图把《红楼梦》还原成生活 这个研究他 分析他 就是打人是怎么打的 喝酒是怎么喝的 读书是怎么读的 古人是如何说笑话的 让人如闻其声 如见其人 就像是参与的这个盛况一样的 这个 这种心情 有一种把书本上的东西 还原成生活的 这种生动亲切的感觉 作家王安逸 在《心灵世界》小说讲稿中 他说 他说《红楼梦》 有着极高的写实成就 在写实的层面上 他几乎是看不见作家的存在 好像这就是生活 本来面目的显现 真可称得上是天衣无缝 那么他又留下了那么多的悬案 就像真实的生活 人们研究他 像研究一个虚构的作品 而是在研究一个社会的一段历史 这是王安逸说的 那么曹启秦 对中国这些传统文化的门类 都很在行 很精通 我们就拿园林来说 我们在《红楼梦》里去读 他写大观园的时候 你看 他建造大观园的时候 这些画不好 他建造大观园的时候呢 没有问题 声音很清楚 好的 和我们现在建造 那个园林的这个程序是一样的 他先从规划设计 先从用地拆迁 然后规划设计 山形水系 建筑格局 迎联扁额 植物配置 内外装饰 油漆彩绘 一步一步 有条部分 和我们现在程序是一样的 它都反映了清代中国古典园林的 巅峰期的这样的一个造源水准 那么中国的古典园林 我顺便说 中国的古典园林 是以北方皇家园林 和江南世人园林为代表的 所谓我们讲的中国的古典园林 它是以北方的皇家园林 和江南的世人园林为代表的 它是一个文化的系统工厂 不是我们现在北京街头的这种小绿地 因此呢 我们读《红楼梦》 可以让我们得到原生态的 古人的生活方式 同时学习到高手的写作手法 写作手法 第二呢 就是现实生活需要我们读《红楼梦》 我们都处在非常复杂的社会关系里面 世事动名节学问 人情恋达记文章 我们需要向《红楼梦》学习 了解人性 梳理好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 从《红楼梦》里的人物命运 来关照当前的现实生活 小说是在想故事 故事的作用是给人训诫的 是从人物的命运经历 性格里面 告诉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 《红楼梦》里的人物总共有近千个 有人统计过啊 能够给人留下印象的百十来个 有性格上能够 有个性能够立起来的 有几十个 这些人物的性格各异 他们都在各自的命运轨迪上运行着 就像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一样 都有人生的智慧 明白的人呢 他的结局可能就会好些 《红楼梦》里面谁的结局最好 刘姥姥 刘姥姥 他们两个是不错的 那么贾姥呢 是读书识字的刘姥姥 刘姥姥呢 这个是不读书不识字的贾姥 我们看这个不明白的 由着自己的性子 率真的活着的结局就很惨 譬如林黛玉 但总的说来 《红楼梦》是个悲剧 有着浓重的悲剧色彩 这就是我们人类一直在探寻的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王国伟说他是一部 王国伟说他是一部 彻头彻尾的大悲剧 开卷第一回就开宗民意的 宣传这个故事是 阴空见色 由色生情 传情入色 自色悟空 这16个字 是整个全书的要领 于平博说这是思想上 是他的典经之笔 是阴空见色 由色生情 传情入色 自色悟空 自色悟空 梦从来是中国人 盖过人生最精练 也最复杂的一个字 《红楼梦》 看似恍惚迷惑 但它反映了曹雪芹 对人生 对社会 对宇宙的哲学思考 我觉得具体的表现 就是这个色空观 就是关于人生 变幻莫测的悲观的体验 关于世界 盛久必衰 荣辱更替 周而复始的 深刻的观察和反省 《红楼梦》 凡是对富贵 豪华描写的深处 都引浮着一层悲凉 而这种悲凉 就是作者无法泯灭的 可无法舍弃的忧患意识 就是他对人生 对岁月 对永恒价值的 一种终极式的 探讨和追问 比如说 我们看《红楼梦》第十六回 贾言春采选凤枣公 秦金清 妖式还群 一喜一悲 两件事放在一起来写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风龙敬畏 王熙凤协礼宁国府 这一回 这一回就是在读的时候 我总觉得有一种 就丧事喜办的感觉 你就觉得曹一新 有点那个腹黑 他用一种灰色幽默的笔法 来揭露贾珍的那种丑态 儿媳妇死了 他哭得拿不起个儿来 难以自持 他这个公公 悲痛得难以自持 先是给贾荣买官 又给秦可卿 这个选这个强母 本来是王爷 自己做这个官果的 用这个强母来做棺材 仅怕料理的不周全 还请来了外援王熙凤 整个过程 婆婆犹事装病 儿子贾荣也不见处理 都是这位公公在忙 一边读 一边想笑 一边灿叹作家 这个高超的这种讥讽 很多初级的红迷 一读红楼梦觉得很失忆 是那种绿以心被酒 红泥小火炉 觉得温暖和惬意 有的人读红楼梦 就有了一定人生经历的人 去读红楼梦的时候 他则透彻心扉 因为他读懂了人生的苦和痛 同时呢 曹写芹用《红楼梦》中 大观园里边 那些姐妹们的失忆生活 告诉我们 要在这个无情的世界里 还有深情的活着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红楼梦和华文写作者的复乡 李老师 哪个PPT没有跟上 PPT没有啊 没有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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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马上 一部红楼梦在手 不管你在地球的哪个地方 中国人就能找到互相 无论你在人生的哪个阶段 你都能从红楼梦 看见自己 遇见他人 因为这部小说 它揭示的是我们中国人才有的 最为独特的 最为隐秘的情感 最为隐秘的情感 就是我个人认为 《红楼梦》很难做到国际传播 因为外国人不懂我们 我们中国人那么多的歪歪绕 我们中国人情感那么丰富 那么多层次 这个我前两天知道 就是荷兰语的《红楼梦》 刚刚出版 荷兰的汉学家本来是想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来翻译《红楼梦》 结果他们最后用了十三年 刚刚出版 但是我觉得也恐怕传播起来也很难 就是那个外语学院就是这个在留学生 国外来的留学生 他们读完《红楼梦》 听老师讲《红楼梦》之后 他们就问了一个问题 他们说我们不理解 为什么宝玉和黛玉那么相爱不私奔 反而把自己命都搭理了 爱得死去活来不私奔 所以我觉得就他们理解《红楼梦》是很难的 《红楼梦》呢 我们这个用慈悲的心 关注人性 关怀人的命运 从来都是作家的天职与本分 因此我不认为200多年天的《红楼梦》 是今天小说创作的源 我觉得应该是写作者的初心 《红楼梦》里的每一个生命都是美的 都依然活在我们身边 书里的每一个生命都被作者尊重着 作家作为《红楼梦》的读者 要从关注作品转而关注作者的初心 读懂作者的苦心 也就是说最初是与作品的交流 在这个基础上一定要进而去跟作家交流 这才是作家读《红楼梦》应该有的角度 我们不应该还陷在《红楼梦》的故事里面 作为写作者 我们在读《红楼梦》的时候 应该比一般读者多一个大脑 多一层思考 用献献的头脑 感知作者跳动在字里行间的那种 慈悲和那种情感 那种对人性中的最隐秘 最细微东西的一种揭露 这是一种阳光 洒在大地上的慈悲观照 我们需要从每一个人物身上 解释作者的分了多半的心 一般读者我们不这样要求他 他只要认识作品就好了 那么我认为好的作家 就应该有穿透现实的能力 那么这种穿透现实的能力 我们看小说第五回 曹雨晴给人物用称语 称诗 安排了宿命 但是他在小说中 并不完全让人物按照宿命的轨迹走 而是在宿命里边玩穿越 作家穿透现实的能力 不仅达到人物的性格 身份和心情 最重要的是表达了 人物在命运当中的处境 表达人物在命运当中的处境 这种处境呢 不以身份而获得 譬如秦可卿 如果按照身份 他应该有一个走向 但是他的性格 他的遭遇 来自于他人 来自于整个环境 使他不能左右 是他不能左右 譬如说他跟他的公公 贾珍之间的关系 但是我们又分明看见他 努力的想去左右 但他实际上是不能左右 看似能够 但实际不能 《红楼梦》中的每一个人物 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想一想 宝玉 黛玉 妙玉 贾正 王熙凤 等等 他们都是这个样子的 作家穿透现实的能力 就在于让他的人物 与命运互动 譬如宝玉 我们来看贾宝玉 贾宝玉应该是很自在的 是极自在的 他在温柔富贵乡里 被女孩子包围着 宝玉可以要女孩子的 一个一个都要 要什么都有 世人所求的东西 不过是他的起点 所以看起来 他应该是极自在的 但是不 他不 那么他应该追求什么东西呢 这里面就有人格和命运了 这也就决定了 他的极不自在 宝玉如痴如狂的生命状态 就是出自这种极不自在的边缘 他在这种边缘在游走 如果你没有读出 宝玉的极不自在 或者说曹雪芹 没有让读者感受到 宝玉的极不自在 那宝玉就纯粹是一个 一银 一银者 人的命运 人是由命运而做出的形态 而不是人自己做出的形态 人生的状态 正如红衣法师 袁记者说的那四个字 悲心交集 苦乐之间 就是人间 纯苦无乐是白痴 纯乐无苦是白痴 纯苦无乐是笨蛋 生命本身就是个实体 我们还得让他活出缝隙来 苏世其实就是个榜样 他是最懂得欣赏人间的乐趣的 不停的在探讨命运的边界 因为命运没有真理 命运里只有可能性 要把这种可能性 实现出来 所以 对于所有的生命 明天都意味着两种力量 一种是可控的 一种是不可控的 而生命的翻新能力 正是不可控的那部分 否则 我们的生命就没有意义 曹解琴的高明处 妙处 就在于他刻画了 不在于他刻画了多少精彩的人物 而在于他以人的命运为限度 所展现的情态 高明在呈现了人在命运当中的样子 水浒传就是脸谱了 是传奇 人物在意料之外 这个人物在意料之外 他的能力乍天 他一旦能力乍天 他就是武侠小说的路子 所以这样的人物呢 他能力再强 他多能耐 但是他不能以普通人的生命 普通人的命运产生共情 那文学性是《红楼梦》的内核 文学性是《红楼梦》的内核 我再强调一下我个人的观点 就是作家读《红楼梦》 应该是以作家的对话 而不是跟作品在对话 作家的担当就是对人的命运的揭露 好作家就是要把人在生命命运中的形态揭露出来 使得这个世界更为真实 这种真实即便是苦难也是发光 这一点曹喜云做到了 因而《红楼梦》它具有普世价值 这普世价值这几个字 我都只能在这讲 在大陆讲 这普世价值就被封了 我们看比如肖大 肖大的形象 他在荒诞里面有一种滑稽感 同时又具有批判和讽刺的意味 那他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肖大对社会不承担什么 他只表现了在那个社会里 他的命运轨迹和身份 对大环境的反射 那么作家去学《红楼梦》的时候 要学《红楼梦》的语言 伟大的文人 伟大的文人 一般都能够拓展进母语的空间 《红楼梦》的语言之精美 搬到哪里都非常的流畅和优美 有味道 作者最擅长用的就是 各种活泼逼真的特殊用语 我们看读《红楼梦》的时候 大家注意这个 在于在叶寇怡红院的时候 没有想到遇到了情闻的拒绝 一个人 这个女孩 在花园上的乌业的伤心了 这个时候 他听到支楼一声 院门开了 他看见宝钗宝玉 虚人走出来 这支楼一声 就是静夜中开门的声音 这个声音 只有待遇在估计伤感中 才能注意到这个声音 那我们再看 贾瑞夜里摸喝 摸入凤姐所指定的 那个穿堂的时候 他忽然听见 咯噔一声 门关上了 那边关上了 咯噔这边也关上了 这种咯噔的声音 实际上是用绝望的声音 曹野芹在这些地方 他用这些词 用得非常的准确 没有现成的词语 词类可用的时候 曹野芹就借书中人物的口头 创造出若干的 兴起有趣的用语来 譬如说 他骂那些 那些世俗的官僚 是陆布 这个宝塞为宝玉提名 比名为无事忙 富贵闲人 宝玉 这个贾正说 宝玉是精致的淘气 精致的淘气 凤姐说 黛玉是一个美人灯 黛玉还说 刘老的 喜欢刘老是母蝗虫 这个这个这个 等等吧 这些词吧 这个这个 都是很精准的词汇 那么我们看 红楼梦 我们还要像 红楼梦 写小说的网络结构 这个 别看这个曹雪芹 这个200多年前 写小说 但是这个 他的这个结构 已经是现代 网络化的了 有人说 这个李承东 是法国 这个巴黎大学的博士 他说 他说这个巴尔扎克 架着50匹马 就50匹马都各 在往前奔跑 各有各的方向 在奔跑 但是他用尽了 全身的力气 在在驾驭他 但是曹雪芹呢 也在驾驭这50匹马 他不像 巴尔扎克那样的 就费 使出全身的力量 吃奶酱都出来了 他对人物呢 是 不顾意显著出 驾驭的色彩 好像海 大海对波涛一样 我认他澎湃 认他澎湃 不约束 我也不去 故意的去引领他 但是 你再看他的效果 每一个波涛之间 都是相互关联的 他是一种自然的 悠然的 从容的驾驭 这就是一种能力 境界 小说里几百个人物 都按照各自的 命运轨迹在发展 来自内心的 自我冲突 和人物之间关系的 地位身份 性格的冲突 既有大的波澜 又有暗流小兮 形成了小说 错综复杂 有条理清晰 纹丝不乱的 多层次的 赏细的空间 所以我们说 他使用的是一种 网络结构 我的加快速度了 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我给大家介绍 曹雪芹和他的家世生平 我们先来看一下曹雪芹 我这部分稍快一点 我们先来看一下 曹雪芹的形象 小雪芹的形象 长什么样 人们总是根据《红楼梦》中 贾宝玉的贾宝玉 偏偏美公子的形象 来揣摩曹公 曹公可能是一个 也是一个偏偏美公子 其实呢 关于他的相貌呢 确实让人有点失望 我们看这些 我给大家展示的这些 都是曹雪芹纪念馆 这个博物馆 这一张呢 是这个世纪谈 世纪谈 这是比西凡先生 这个像做成的时候呢 我请西凡先生 去帮着揭幕的啊 这都是关于 这个后人对曹雪芹的形象的 一个揣摩做出来的啊 那么实际上 关于他的肖像描写呢 只有这样一条文字记载 就是郁瑞在他的 《草川贤笔》里写到说 前身胖头广而色黑 善谈赌风雅游戏 出镜生春 唯唯然令人终日不倦啊 尊城的四中堂底 也写到 四十肖然太瘦生啊 所以很瘦 第一个描述的 我们看这个人 黑黑的胖胖的 额头很宽啊 很会讲故事 听他讲话的时候 听一天 四座如春风点 我听一天都都不倦啊 那么读其书 一支其为人 目前 对曹雪芹的了解啊 所有的学界 研究者 对曹雪芹的了解 都来自这样几个方面啊 作品 清代档案 清人笔记 有人诗 民间传说 和他生活的时期啊 那么我们都是 从他的作品中 去找他的影子 不去数以为人嘛 从清代的档案中 去找线索 但是清代的档案里面 从他叔父曹府之后 在官方的档案里面 就见不到了啊 从清代人的笔记里面 窥见他的侧面 这个圆梅啊 玉瑞啊 周春啊 等等这些人吧 有一些关于他的 这个一些一些记录 很少聊聊无几 凤凿和明长啊 从有人诗里面 看他的性情 不当然是手吧 主要是顿川敏 和张一泉的 从民间传说中 看到的风骨 民间传说 现在在北京西山一带 流传的 还有八十个左右 2013年的时候 2012年开始收集整理 我们把他已经 已经把他这个进入了 国家级的 对武中化遗产保护名路了啊 另外就是从他生活的时代 和家世边 了解他的思想意识 意识形态 了解他的家族记忆 我们看 我们看 这是曹家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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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家世表啊 一个家世表 我们就从 从哪讲起呢 我们看啊 这些人物 我们相对照一下啊 这是他的 跟他的关系啊 曹振英是他的太祖 曹启是他的太爷爷 曹英是他的祖父 曹勇是他的父亲 曹启是他的叔父 如果他活48岁 那么曹启就是他的父亲 活40岁的 那一派红学 认为呢 曹启是他的父亲 那么他只活了40岁啊 他只活了40岁 我们不从曹世玄讲吧 太远了 从曹经验开始 曹家呢 本来是这个杜守良的 明朝的下级新官 努尔哈士工 他沈阳的时候 他们被俘为奴啊 成为满族人的褒义 褒义就是家奴的意思啊 那么从他的这个 这个太爷爷 这个这个曹喜开始呢 曹家呢 从军共之家 过渡到了这个 这个这个师叔之族啊 曹喜的妻子 曹喜呢 是从龙入关 曹征也从从龙入关 曹喜呢 这个这个这个 他的妻子呢 孙氏呢 曾过做过幼年学业的 养育保姆啊 保姆是 很多种的 不是那个 吃奶的那个保姆 是养育保姆啊 那么曹喜这个人呢 他是清初的 第一任吧 他不是第一任 但是从他开始 是专差九任啊 专差九任啊 专差九任 在他之前呢 是严习明智 清朝的这个 制造官呢 也是严习明智 每年换一次 每年换一次 但是他做了22年啊 对他的评价呢 这个史书上说 他富有才干 很能干的一个人 他对汉族知识分子呢 跟他们的交往呢 是矮若春云 那么我们要说到 制造是干什么的 制造这个官呢 这个大家可能听了很多 宏学家的这个讲 讲座啊 制造就是负责工厅里的 私之物供应的 他们这是他们 表面上的这个这个差事 但是他们私下里 他是有一个 给皇帝有打扫报告的 这样的一个 他们说特我 特殊的这个任务啊 就是把地方的励志民情啊 要定期的给皇帝报告啊 让皇帝知道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民间的一些情况啊 不是他们一家啊 苏州制造和杭州制造 都是有这样的任务 嗯 那么曹启死了之后呢 这个这个康熙皇帝呢 就让他的儿子曹寅 继续在做制造 曹寅呢 曾经做过康熙的这个半读 跟康熙有奶兄弟的关系啊 他跟纳兰兴德一起呢 作为康熙的御前侍卫啊 他这个人呢 文武全才啊 最好的说他的一个词是 风之英诀啊 他在江南呢 用他的汉族的血统啊 因为他原本是汉人呢 用他的特殊的这种汉族的血统啊 但同时他又是旗人啊 这个这个又又又当着差 用这样很特殊的身份呢 帮康熙皇帝笼络了很多江南才子啊 他做了二十 二十一年之造 他做了二十一年之造啊 一生两任之造 那么在他在任的时候 把曹家推到了 推到了这个定胜时期啊 他曾经参与了五次啊 承办了四次接驾大典 那么我们看曹银 每次参与接驾 花了很多银两 那花银子上躺海水似的啊 最后可惜竟顾不得了 红楼梦里面写的 但是他的年收入是多少 这年薪是多少呢 他的年薪是一百零两银子 一百零五两银子 这肯定不够花啊 但是清朝的官呢 还有一个额外的一个收入就是 叫新红纸张钱 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办公费 那么曹银每年的办公费呢 是一百零八两 即便是把这两笔银子拿出来 不吃不喝 也不够他接驾用的 那么皇帝呢 又加上隔三四年四五年就来一次 这点账刚还上又来了 每次皇帝都很开心 但是曹家欠下了一笔账啊 一笔账 那为了还这笔账呢 康熙皇帝呢 就让他和他的七弟 苏州之道李迅呢 两个人轮着做巡言御史 巡言御史是一个肥缺 每年有几十万两银子的额外的收入 那是皇帝的小金库啊 皇帝呢 就让他们两个拿这个银子呢 来弥补这个亏控 当然他们也很会办事啦 他们会给皇帝买一些这个江南的 皇帝喜欢的啊这种小物件 好玩的东西啊 也以皇帝的名义 给穷书生出个书啊 修个坟呢 很会做事啊 那么曹寅在世的时候呢 他做了一件很大的文化工程 就是他主持 勘课了全唐师和佩文韵府 全唐师课完了 在课佩文韵府的时候 他在扬州的天宁寺 并在那了并在那了啊 没课完那么在天宁寺课的这个书 并在那了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这个他的七弟李旭呢 就跟朝廷里面跟康熙报告 说他得了瘧疾 得了瘧疾啊 康熙呢就从宫廷里边呢 派专义来给他送药啊 送金鸡纳 但是他无福销售 要送到的时候 他已经死了 他已经死了 那么李旭在他的折子里面 就跟康熙皇帝说 说快死的时候呢 银还扶枕痛苦 说这点账还拆骨难长 就是我们在看 曹家档案的时候 他们家怎么就是 还上了又有了 还上又有了 一个呢是这个皇帝 他们家有没有转移 国有资产呢 有 有这种可能啊 一个是皇帝不停地站来 另外呢 京城里的这些官员们呢 到曾兰区里 都会到曹家也去捞一笔 也去捞一笔 他们又得罪不起啊 朝廷里来的人 你说哪个得罪的 都要哄好了 都要哄好了 那么这样欠下的亏空 那么曹寅死之后呢 这个康熙皇帝呢 就是额外加恩 额外加恩啊 我们来看 先看这个 先看这个 这是曹寅刚到 刚到任上的时候 他搞了一个雅集 一个大雅集 对我很大的雅集 他当时这个 为了纪念他父亲 为了纪念他父亲 他画了一幅画 叫炼亭图 因为这个 他父亲就在这个炼亭 炼书是他父亲手执的 炼亭 他父亲就在炼亭里边 教他和这个 这个曹府读书啊 去接待京城的官员 和江南的知识分子 诗词雅具 所以他画了这样一幅画 那么这幅画的 把这个 有四十几个人参加 第一首诗是谁写的呢 是纳兰信德 这幅画原来收藏 在张伯鞠手里 张伯鞠请其所有 买了这幅画 然后解放了后呢 他捐给了国家 捐给了国家 但是最后自己 生命都没有钱去治 很悲惨了 我们接着说 曹英死之后呢 就是康熙皇帝 让曹府做了这个制造 曹府就是曹雪芹的父亲 曹 康熙说 这是家生子里边 我看着长大的 这个文武全才 但是他命短 他只做了三年 他上征数职的时候呢 就染病就死了啊 但是这个时候 佩孔已经基本还完了 曹府去世的时候 他妻子还孕七个月 那么这个 没有出生的这个孩子呢 一般会认为就是曹雪芹 那么有人会质疑 说这个孩子生下来没有 生下来的是男孩是女孩 怎么就是曹雪芹 因为曹家当时只有 他是个独子 他是个独子 因为这个曹府是个独子 没有其他的那个什么的 那么曹府死之后呢 这个 就是康熙皇帝呢 就额外加恩 曹府呢 曹芹只有一个儿子曹府 那么他知道曹家这个江南 已经在那经营了这个50年了 50多年了 那么这个账呢 这个锅盖呢 还没还不能揭开 还有账没还完 基本上还还没全还完 那么他想维持曹灾在江南的 这种情况 他就让曹芹的弟弟啊 曹仙的儿子曹府过继过来 来照顾曹芹的妻子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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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府的妻子 两代寡妻子啊 又继续做这个制造官 曹芹呢 这个人是个书呆子 学问非常好啊 学问非常好啊 但是呢 他不具备管理的才干 在他管理这个制造的时候呢 这个一个是产品的质量不行 连雍正皇帝穿的袍子都掉啥啊 而且他支出来东西又轻又薄啊 还不好啊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 直接的曹家被抄的导火索呢 就是他们家在往京城里面 送这个这个丝绸的时候呢 骚扰一战啊 他们多索要了这个银两盒 和这个这个这个钱财啊 和和换东西嘛 给你多少东西 或多少银子啊 都是有数的 他们多索要了 是不是就他一家多索要 不是 是不是就在长青 这一家多索要 也不是 只是他们家撞枪孔了 被告了啊 你不告官不揪 皇帝呢 雍正呢 本来就看不上他 说曹府是缘不成器啊 所以呢 就直接就把曹家给抄了 把曹家给抄了 曹家被抄的时候呢 曹雪芹13岁 也就是他 在江南生活了13个春秋啊 他在江南的生活呢 是非就像《红楼梦》里面 贾宝玉过的日子啊 他接受过很好的家属教育 特别是他的祖父曹寅 给他的楼下了 十余万策书啊 他特别的喜欢读 这些书都读了啊 富贵的生活 是他人生的底色 那么曹家被抄的时候 雍正六年啊 他跟着家人回到了 回到了北京 回到了北京 出去在重温算是口那一带啊 重温算是口那一带 那么他16岁的时候呢 当时他实验是回到了北京啊 那个十七间半 十七间半 他们还有两对仆人啊 虽然日子不如江南了啊 但是这个受死的骆驼逼马强啊 更何况他们家 还有很多父亲戚啊 父亲戚可以去帮助他们啊 16岁的时候呢 他在这个小平静王啊 胡鹏家呢 叫平静王府行走 就是做事啊 在差事啊 那么这一段工作经历呢 让他了解了京城的上层的生活啊 对这个社会有些了解啊 我们说13岁他回到京城 你想他之前都是在 江南 江南的这种气候啊 和北方的差异是很大的 那么他生活最好的时候 这13年 当他在自己世界观形成的时候 他很早会 这个孩子是很早会的啊 在他世界观形成的时候 思想成上升状态的时候 他的生活状态啊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回到了京城 京城的政治气候 京城的特别的自然气候 都让他很不适应 这个时候就让他对外界啊 更敏感啊 他对事态炎良就会感知的更深刻一些啊 那么后来呢 他还曾经 16岁的时候啊 我们说他在这个福建王府帮助这个做事情 后来呢 他也应该是在他表哥福棚的安排下呢 到北京的西山挑了个拆啊 挑了个拆啊 挑拆什么意思呢 就找了个活干 就是我们现在的孩子大学毕业了啊 在清朝的时候 这个男孩子16岁 奇人的男孩子16岁 一定要工作了啊 一定要工作了 就意味着我们现在像我们的孩子大学毕业了 严重毕业 博士毕业了 我们要给他找一个工作 这样每月关银子 他才能够养家糊口 他才能够写红楼梦啊 来到了北京西山一带 来到北京西山一带 挑了个拆 那么曾经传说他还错过世卫 就进过皇家园林 所以他懂得很多皇家园林的礼仪 红楼梦里在写到原非醒亲的时候 你看那个文思不断的写那个程序 那因为他经过见过啊 他大概在乾隆15年左右 就来到了北京西山 专心住属他的红楼梦 这之间他出去过 也就是后来到幼豫中学 去做过色夫 就做那的 有人说是校友 有人说是老师啊 在那他结成了敦城敦米 他们都是奇人的上层 但是都不被重用啊 都不被重用啊 那么我们讲 他从乾隆19年开始写作红楼梦 红楼梦并不是一下子就叫红楼梦的 他原来叫过风月宝剑 叫过金陵石矮猜 秦生路石头记等等 红楼梦是最后的名字 是最后的名字啊 他有很多 他有很多这个这个这个好朋友啊 好朋友 但是呢 他的朋友呢 分两个层 一个呢是企业的上层 另外一个层次呢 就是就是西山的这种下层的老百姓 下层的老百姓 他写完《红楼梦》之后呢 他曾经给残疾人整理过一部废宅集稿 废宅集稿 废宅集稿呢 一共八张 一共八张 这个关于这个是一直有争议的 一直有争议的 今天时间短了 我就不给老师们再讲废宅集稿的发现 以及他的传承的过程了 他多数是以口诀的方法 来表现他的内容的 譬如说编织啊 织补这一本 他是给盲人写的 那么盲人呢 可以根据那里面的口诀 把不同的丝织物 放在自己的身前身后左右啊 然后根据口诀来取这些东西 然后他编成一个很好的 很美的一个图案 那么风筝呢 是现在是有人把它已经 早就有人把它复原成实体了 我们这也是一个国家纪的废宇 是做的非常精美的 这是宫廷风筝的一种 这个这个这个风格 当时曹月秦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呢 有一次 这个这个 这个他到城里去怀园看敦城 他们不是好朋友吗 这个去看去看敦敏 敦敦敦是敦城的哥哥了 当时敦敏呢 还没有起床 那么敦城也来看他的哥哥 一看曹月秦在在在 来看他哥哥了 是秋天 而且下着雨 曹月秦的袍子已经都湿了 说曹月秦酒渴如狂 曹月秦是个酒徒啊 他说自己是淹室酒徒爱喝酒啊 经常喝醉酒之后白眼向人啊 那说那怎么办呢 但是这个敦城又没有带银子 敦城就拉着雪芹到了小酒馆里 叫做配刀吃酒喝 把自己的配刀抵押在那儿 换酒喝 这个曹月秦就很高兴 说雪芹这个这个就非常高兴 说做惊喜像金鱼一样的喝酒啊 也许那度数低啊 也许那酒量太大了 喝着喝着就唱起来了 就手打着这个拍着桌子就唱起来了啊 这个 说玉庚何曾买建筑 杀贼何以便将 说我想去庚地 我买不起那好牛啊 我想去到边疆杀贼啊 立功啊 为朝廷杀贼立功 人家不用我呀 那怎么办呢 我就不如一斗灰斗的喝酒吧 这个然后特别的开心 在那儿喝酒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一种心态啊 就朝廷 所以我们就看 这个所谓的隐义文化 隐义文化啊 大银隐义是小银 大银隐义是小银隐义 山林啊 为什么隐义是啊 朝廷一召唤的时候 进啊 马上就来了啊 知识分子他没有别的路啊 他只能是通过朝廷 给予他的一些希望啊 他去做官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报复 那么我们看曹雪芹 他在西山这边呢 他是一个坐不住的人 他到西山很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留下了他的足迹 他出去的时候 在百姓的口碑里边 他出去的时候会背一个包袱啊 里面放上纸和笔啊 走到哪儿 想到哪儿 灵赶来了 坐下就写啊 大概他在北京西山呢 生活了二十年 完成红楼梦之后 那十年呢 我们说他写了一部废摘集稿啊 他帮助这边的老百姓 做了很多事情啊 最后呢 这个我觉得打倒他的是 他这个前后二十八年 八月十八月十五的时候 他的儿子死了 他儿子我觉得是他唯一的希望 我们说曹雪芹再伟大 他也是个常人 他也是一个人啊 也有七情六欲啊 儿子死他觉得 这个老天啊 对他不公啊 对他不公啊 这个所以他也在同一年 同一年 这个 那年的除夕啊 去世了啊 四十八岁 刚才开头的时候 贝奥老师就讲 在北京西山的一个小屋子里边啊 教殿天不应 教殿地不应啊 死去了 那么我一直觉得 我开始原来就是 自己在读红楼梦的时候 我也在想 曹雪芹如果是一个非常豁达的人 他把命运都看透了 红楼梦里面 他那么豁达了 他为什么才活到四十八岁 一个豁达的人 应该活的命很长啊 那么后来有一个修佛的朋友 就告诉我 是他放下了 是他放下了 是他舍弃了这个世界 这个无情的世界 我想呢 这也是可以讲得通的一个道理 也是一解 无财可惧补苍天 他自己说 无财可惧补苍天 网落红尘若许年 其实文学寄星的一生 也是平凡和痛苦的 他确实是短暂的一生 从最初的理想的不可及 到后来对人生万里结空的彻务 一切都是苦难造成的 如果可以选择 我们有一种假设 如果可以选择 曹雪芹会选择这样的命运吗 但是没有办法 命运就是命运 但是我觉得曹雪芹 他的命运 他的宿命 可能就是为这部作品而来的 老天爷给了他那么多的磨难 可能就是为了写这本书来的 用这本书来传世的 文章赠命达 伟大的作家都是痛苦的 他用他所有经历的痛苦 以及生命的全部痛苦 去写救了一部《红楼梦》 伟大的作家是不朽的 他的传世记著 在人们的心里 筑起了一道永远的 代表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封碑 关于曹雪芹 因为没有实际的文献记载 所以我们只能是根据方方面面的 我开头说的那个六方面的情况 来描述了一下 他大概的一个人生的轨迹 那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曹月芹研究的基本问题 关于生族年 一直是有两说 就是关于他是活了四十岁 还是活了四十八岁 那么这两说又决定了什么呢 就是谁是他爹 谁是他父亲 如果他是 第一说活了四十八岁的 那么曹荣 曹荣是他父亲 如果他活四十岁 曹甫是他父亲 第二书写完了没有 多数红建家认为都写完了 都写完了 也有认为他没写完的 没写完的 那么现在呢 就是这个问题一直存在 那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老师们 你们读《红荣梦》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读千八十回的文字 和后四十回的文字 是有落差的 前八十回的那种幽默 那种精美 在后四回 我觉得是有落差 就显得很粗糙了 但是这个一直有争议 怎么办呢 那么红学界就有了 一个方法 就是作者是 现在我们看 再出的《红荣梦》 再出的官方的 这个出的《红荣梦》 作者是曹雪芯和吴明氏 续写和散失者 是高额和成委员 他们这样来处理了 那么我给大家推 推荐几个本子 一个是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红荣梦》 一个是 这个是 《红荣梦》研究所教著的 上位出版的《红荣梦》呢 出版的《红荣梦》呢 是张俊先生教著的 是首都师范大学 他原来文学系的系主任 搞明清小会研究的 他教著的 应该说知识点 对知识点的注解教著 这个是最多的 那么如果大家 再深入地想去学的话 我不想这个什么 我想看一些有纸屏的 那么天津古迪出版社的 《纸言摘崇明石头记》 这个本子是一个绘教本 就是把纸屏都放在里边了 我们说超本系列有12个 这是一个绘教本 大家一定是读原著 不要先去读别人的研究的著作 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 也是我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 我大概的讲的内容 就这些吧 白奥老师 因为我一直在控制时间 我想留10分钟的时间 跟老师们互动一下 你看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这个主讲的东西呢 先到这儿啊 因为我们还有三位嘉宾 争取在20分钟之内 把这个完成 然后后面我们开放时间 这个中文革那独具特色 完全是一个做学问的人 再给我们讲啊 讲关于红学的学问 这一点我也第一次听明星老师在 在讲课 所以我觉得这个明星老师 也是有很多的做了很多准备 做了很多案头 也把自己啊 这个几十年研究 红学的这个体会啊 讲得非常好 也要让我们受益 匪浅 喂 可以提到声音 那个李老师 你那个PPT能够关上吗 可以 我看一下 这个是PPT的 另外啊 就是这个 我已经离开洛杉矶一个多月了 也向各位朋友啊 文人好 在北京很想念你 有机会早日再一次见面 我们都想念中山兄啊 对 因为不管明星呢 在讲红学也好 在讲曹月庆这个本人也好 其实给我们起目的 还是我们一个作假 如何去看待红楼的问题 其实在我们的心里 每个读者 读红楼的时候 我们就是说白了 每个人的心里 都有自己的 哈姆雷特的这种形象 那在这里 我觉得明星呢 也是解释把红楼 作为一种现象 作为我们的文化 优秀的文化传统 一个曹月庆的一个杰作 点到 点到 作为我个人来讲 关于我们的红学 关于我们的民族的 悠久的文化 你比方说 我原来上次 咱们座谈的时候 也讲过 关于《红楼梦》啊 关于西游记啊 关于三国演义啊 等等 包括聊斋啊 等等的一些好作品 其实我们这些优秀作品 不亚于后来的 包括福克纳 卡夫卡呀 包括百能孤独啊 等等 这些的优秀作家 和优秀作品 而且况且我们的作品 就比他们早200多年 这样的一个历史 所以说 我们为什么说 就觉得作品 没有真正的走向世界 我觉得还是一个 我们的国家 没有跟一个整个世界的 融合的一个过程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我们都在谈 包括国内作家 包括尤其是在 洛杉矶的那些 好多咱们这些朋友 华人作家 其实我们虽然说生活在 你们生活在美国 其实我们的根基 你们的文化的 源泉和渊源 以及作品的出处 还是在大陆 因为 这么因为 因为此呢 许多人在开始 关注我们的 这个意识形态 其实我觉得 还一直坚信着 好的作品 是超越于意识形态的 就正如当年的 《红楼梦》一样 如果他写的 《红楼梦》 如果超越不到意识形态 他的作品 也许在清朝就会被当朝 被焚毁了 也不会流传于世 其实包括好多外国的 优秀作品 包括卡夫卡的作品 包括这个 《百能孤独》等等 这些其实作品 他都是在用一种 变换一种文学的样式 在反映我们当代 反映我们的现实 在夹缝当中 求一个作者 一个生存之道 其实我也一直在坚信 我们最美的风景 就是在绝处 只有在绝处 才能体会到真正的风景 你就像咱们就说 美国 自从有了美国 自从有了 他的民主 这个社会 大家都知道 有人权 有自由 真正的 只有他的十九世纪 才产生了一些 优秀的作家 包括海明威 等等 这些 进入了二十世纪 到二十一世纪之后 因为他完全就是娱乐化 和市场化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反而没有更多的优秀作家 还优秀作品产生 完全是娱乐化 和类型的一些作品 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反思 就是说我们作家 一个作品的产生与否 伟大与否 不要怪我们的时代 还是怪我们的财情 财死 我觉得 任何的一个社会 都有它产生一个 伟大作家的理由和土壤 就是看我们作家 如何在行使我们的财气 如何去用我们的 独特的 别样的视角 去审视我们 当下的一种生活 我感谢明星 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场 别开生面的 这么一个 红学的大餐 让我们在红学当中 领悟到了 我们当下的写作 也领悟到我们当下的 作家寻找 这样的位置 再次向 洛杉矶的朋友们问好 谢谢大家 谢谢仲山老师 我们非常感谢 你回去以后 还不禁不忘 我们还给我们 介绍这么好的老师过来 应该 李明星老师 真的确实是 他讲这个红学 用比较通俗的语言 是我们很受用的 那么第二位 我们的嘉宾 是施伟老师 他是专业作家 而且他从小 就喜欢读红楼梦 对红楼梦研究很深 我们听听他的见解 今天我听李明星老师讲 我觉得特别兴奋 听一个红学专家来讲 其实我是因为 我的奶奶很喜欢红楼梦 所以我可能没上小学 她就开始让我看红楼梦 按说现在也看了50年了 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 就我觉得读红楼梦 有几种读法 那对于我是不是以专家 或者说研究者的身份 以一个作家的身份 和普通读者的身份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第一个就读红楼梦的时间 我觉得最好的时间 其实是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读红楼梦 大家都觉得小孩 应该看童话书 但我从小 我奶奶给我看的 就是红楼梦啊 牡丹亭这些 我不见得看得懂 他们谈恋爱 但是我能感受到那种语感 而语感和审美 它会根植在那个少儿的心里 你以后无论学多少西方的文学 学多少走了先锋派 我走了很多派 但是你的鼻底下 就会自然的流露那种 就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那种美感 所以我觉得是从小读最好 还有一种就是老了读 就中年读 中年读因为有刚才明星老师也说了 有了很多人生感悟以后 再读就很通透 但这个时候你如果再想让 红楼梦的那种语感 那种审美进入你的鼻底的话 那可能就要把红楼梦当作枕编书 那基本上在我36岁之前 红楼梦就一直是我的枕编书 就我的第一爱 直到36岁之后 当然我后来开始研究基督教研究圣经 那圣经成为我的枕编书 那我的博士论文呢 恰恰是做旧约 旧约的文学 就是希伯来爱圣经的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比较 其中就有一大段就是比较 红楼梦和创世纪的 所以正好是做这个 我觉得这个红楼梦它有一个写作的特点 是整个成为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一个代表 就是那种中国式的虚写 它是实景虚写 所以红楼梦里面写 红楼梦其实和西方的这些 它都属于写实主义文学 但是红楼梦给你的感觉是虚写 就有点像京剧啊 昆渠啊 当然我是昆渠迷啊 就昆渠啊 它的整个包括中国国画一样 它的那种留白虽然是实景 但是它虚写 比如一开始 一生一道 清耿风下 那么是一块石头 其实大家常能看见 但是它是把它写成像虚幻一样 这就是奠定了中国文学艺术的一个审美 就是看人生如梦 那跟西方恰恰相反 那西方的文学比较建基于圣经 特别是在旧约里面 它是一个就是实写 包括虚景实写 那创世纪一开始就是 明明这些场景没见过 但是它用写实的时候发现 包括后来的油画跟国画相比 也是这样 所以它使用的不是那种留白 不是那种抽象的 而是使用的是非常具象的立体的光线的 那它各有优缺点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互相借鉴的 这个也能看出文学背后 其实是宗教以及哲学 而哲学带领着文学 文学反映出它的审美 那么一个作家读《红楼梦》 其实是要读它的审美 因为今天你不可能写出 曹雪芹的生活 但是你的审美是可以借鉴的 也可以让我更认为一个移民作家 新移民作家 应该让自己浸泡在 在读书的时候浸泡在《红楼梦》里面 你才不会断了那个根 否则的话 我们天天接触的 看的都是西方的 都是现代的 再加上你没有住在中国 你就会断了那个根 那就会使我们的作品 既没有根也没有翅膀 因为我们对西方的哲学 其实也没有非常认真的研究 那还有一个《红楼梦》 作为一个作者来看《红楼梦》 还有一种看法 就是刚才讲到语感 审美 那还有一个就是结构 那这其实我觉得 对《红楼梦》结构的研究 应该是在写作者里面 最后的一层 相对来说 我认为也是最不重要的一层 那结构的研究呢 是帮助我们学习西方 学习中国这个《红楼梦》小说里面 那结构它可以分为 可以研究《红楼梦》的大结构 它如何表述一个时代 一个历史 用一个家族表述 然后家族再缩影到 几个小男小女来表述 那么这种结构模式 你可以画图表 那当然我们学 特别是我做一些 史学研究的 我可能会文学史学结合 它可以画图表 那这是一个大结构 就看历史怎么通过一个家庭 人物来表现 还有一个 如果你的着重不写历史 你的着重是写人物 那你就可以看到 《红楼梦》也是一个特别典范的 你可以画人物命运谱 它每一个人物 你先不看它互相的关联 你看它互相的关联 可能你刚刚现在 刚刚接触《红楼梦》 你会很懵 因为它那么多人物 然后你就抓不住 其实你似乎都看到了 似乎其实都没学进去 真正要从《红楼梦》里面 学习写作的话 你就一个一个人物来分析 就它的命运线 你把一个个命运线 然后它这个命运线里面的 内在结构 它的驱动力 它怎样的命运 怎样的情绪 以及它怎样的性格 那它会带出怎样的命运 为什么说后40章好像很有问题呢 其实就是它的内在的驱动力 到那个地方卡壳了 它不顺 真正的小说写得好 就每一个人物 它的那个命运性格 它是就是说 不由你作家随便改变的 它是会一直下去的 所以个人命运线 那把个人命运线整理出来以后 你今天要写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红楼梦》里面大体都能找到 还有就在这个时候 再看他们的交集 就内在逻辑和外在线索的探索 两一个 我特别感触 就是刚才西敏老师 他讲到自在与不自在 其实文学最重要的 不是写出自在 文学最重要的是写出不自在 就是那个命运的无奈和不可控性 但是如果你仅仅是不自在呢 你其实比自在高一层次 但还不是最高层次 最后要写到 你那个不自在 似乎是在自在中的不自在 而你那个自在呢 又是在不自在里面找到自在 也就是说 他的那种希望是在绝望之中 绝望又在希望之中 这才是文学当表达 也是我们真实的人生 所以还有一个就是 人物的典型性和共性 《红楼梦》直到今天 大家能够学 能够学习他 重要的原因 并不像说 他一定是个历史啊 然后他讲了什么 各种 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他每一个人物 他都有共性 我们通常一开始 读中文系被教导的是 文学要写典型人物 但后来我写着写着 我就发现不是这样的 你写典型人物 典型到最后 其实就有点像电视剧 电视剧前面的挤紧的耳光 就是打来打去的 文学最高境界不是写典型 文学最高境界是写共性 就是是人物的最低 最低处 而不是最高处 表现的是最高处的人物 但其实揭示和存在的是 最低性的共性 这个才可以使你的作品 经历无数的时代 不同的环境 都能找到 就是共鸣的地方 这就是共性 所以文学在高处和低处之间 在绝望和希望之间 在黑与白之间 他所有的这个两极的张力 以及混合以及纠结 才是真正文学 那我就简单回应这些 我仍然非常感谢西明老师 然后特别是我觉得 他讲的一句话 真的是个大实话 就是我们看《红楼梦》 要先看文本 先不要看研究 我非常谢谢我奶奶 从小就让我看文本 那我等到 真正在复旦大学的时候 一到了图书馆 我就很兴奋 因为红学就很多架数 然后我把每一个续红楼的 我看了至少有十种续红楼 就后四十回 我看下来起初 每一个人都觉得高二写得不好 但是等我真正全部看完 我觉得他们写的 也不见得就比高和强 我后来就发现 你先看这种评论的话 它有一个问题 就意识形态将《红楼梦》 做了很多的解读 什么自由 婚姻自由 又是什么反抗 又是等等等等 太多解读 而这些解读都会破坏 你直接的与《红楼梦》 这个曹雪芹就是写的这个读者 您与您的碰撞 心与心的交谈 我觉得这就非常可惜 所以先自己读 至于后面的研究 可读可不读 看你是不是这个专业 好 谢谢大家 谢谢诗伟 大家看到了 我们这个作家协会的 会员的水平和能量 当然诗伟 他是专业的作家 和他的专业主持人 我觉得他讲的 儿时读书 中年读书 老年读书 也是重复了 刚才李老师的讲的 特别是他把自己 要浸泡在《红楼梦》当中 这个石井虚血 留白虚血虚幻 这些东西 而且他从一个作家的角度 帮助我们 引领我们 这样读《红楼梦》 非常好 非常感谢 那么第三位嘉宾是梅英 梅英是搞中国文学 但是他把英美都给包括了 我们看看 研究古典诗词的人 怎么看的《红楼梦》 谢谢梅英 谢谢 有声音吗 声音很好 好 研究古典诗词的人 一定是从诗词开始讲《红楼梦》 不过刚才那个诗伟说 说到枕编书 我的枕编书 是周武昌先生的书 所以说我刚才看到明星老师前面放的那个小视频 看到他和周武昌先生的合影 我觉得很有触动 我今天讲的 我今天讲的主要有两点 一是我与《红楼梦》 二是我看《红楼梦》 首先我与《红楼梦》 前几天我看了大兴写的一篇文章 就是关于《红楼梦》的文章 还有刚才诗伟说的 我发现我们都很相似 大兴说他十岁的时候就会背赞花银 那我从小就会背好聊个 我很喜欢那个曲里边那个盛当劲 我读《红楼梦》也是很早 十岁以前我就已经读过很多遍了 那个时候书少嘛 就是拿到一本书以后就会反反复复的读 这样的好处是你能把一本书读的熟悉到 它融化到你的血液里 《红楼梦》就是这样子 虽然那时候很多内容看不懂 就像刚才明星老师说的 少年读书是西中溃月 是不完整的 我曾经我记得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题目是贾宝玉出世云与情 写的就是童年时期读《红楼梦》的这段经历 虽然那时候很多看不懂 但是《红楼梦》对我的影响 那是一生都抹不掉的 比如说小的时候大家都在玩 都在跳皮筋啊跳房子什么的 我就会蹲在一边在地上写诗句 这是不是就是《红楼梦》的影响呢 当然是 再比如我在写《王妃传奇》 每当写到帝国垮台的时候 笔下自然而然的就会写 哗啦啦是大撒青 这不就是《红楼梦》里的句子吗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就是影响 所以说很多人问我说 你小时候读《红楼梦》 你记住了有多少 我说我不知道 那你要问这些书对你的影响有多大呢 那真的是大了去了 他给我的是一种熏陶 这诗伟刚刚说到的 我们的感觉非常一致 一种熏陶一种感知 是一种修养和修为 它是一种融化在血液里的东西 它左右着我笔下的感觉 这当然不仅仅包括《红楼梦》 这种感觉你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它时时的都在滋养着你 你提笔它就在 你需要的时候它就会流出来 这就是我感受到的 我们为什么要读《红楼梦》 再说我看《红楼梦》 刚才明星老师讲到了《红楼梦》的结构 《红楼梦》里 它说《红楼梦》里有如此多的人物 如此多的故事 人物的命运有如此繁杂的命运规矩 但是作者它没有让故事澎湃 而是一种自然的驾驭 为什么 从我这个角度看来 刚才北奥大哥说研究古诗词的 我看到的这种驾驭故事的方式 就是书中的诗词连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贯穿和连接作用 你看《红楼梦》它从开篇到结尾到每一个情节 每一个故事转换 每一个人物出场 结局 介绍万事 这里边都少不了一个东西 那就是它的诗词曲连 所以我认为 诗词对《红楼梦》的故事 它起着非常重要的结构作用 诗词曲连 它就好比是关节 凡是故事需要运转的时候 它就开始转动了 这个转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圆润和美 它就消融了刚才明星老师说的那种澎湃感 因为诗词一出 故事的转换它就不突兀了 就比如说 而且前面我说到的那首《好了歌》 一个疯癫的道人唱了那么几句 结尾结局就出来了 烂事就出来了 下一章就顺理成章了 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 诗词曲连是支撑这部小说的骨架之一 它与小说的主脉有关 这里我不能展开 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 谁有兴趣 我们可以专门找时间讨论《红楼梦》的诗词 还有就是它的美学因素 我们都感觉《红楼梦》读起来很美 美在哪里 美在贯穿着整部书的美学因素上 就像明星老师说的 它的气质是高雅高贵和典雅的 那这些美学因素它的表现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它的诗词曲连 这是我们的经典和其他的经典表现方式上的不同之处 我知道有很多人把《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相比较 我认为《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 都在它的诗词里 包括它的人物形象的刻画 而且它的刻画 用诗词刻画人物形象清楚明白 比如说林黛玉 《玉带林中卦》 《薛宝钗》 《金瞻学礼长》 还有《红楼梦》曲里边的每一首曲子 都是清楚明白 《飞鸟歌头林》 既有情节又有总结 而用的都是诗的语言 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 我认为《红楼梦》它所展现的不仅仅是社会风貌 更是铺展了我们的中华文化特色 这个特色就是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崇尚的诗文化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把《红楼梦》里的诗词曲帘都抽掉了呢 不敢想是吧 所以我也借此呼吁大家 《如红楼梦》一定要细读 伴之以它的诗词曲帘的赏西 读《红楼梦》 初读就是读故事 细读则是读文化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讲得非常好 刚才我太太在我旁边说 你别写文章了 赶紧去读《红楼梦》吧 饿补一下 好几个朋友在底下给我送这个 说你真的在这个协会里当会长 你胆子也太大了 我跟你讲 我的这个诗词 古诗词特别是 都是美英把这手交出来的 所以我胆子也很大 这个今天的时间过得很快 基本上到了尾声 看看哪些人有些什么问题 我也可以 如果没有的话 我也点名 我是北京理工大学毕业的 今天早上碰到了一个北京理工大学的博士 这个飞行器的博士 学究 他说他也是从小读了《红楼梦》 这个胡威在哪 你这个 这个要不要代表 我知道这里面很多博士 我刚才看到了十几个二十个博士 这个 胡威你在不在 可以不可以讲几句 听得见吗 很好很好 首先感谢这个这个李老师能够给我们 就是对《红楼梦》能够有如此全面的这个概括和描述 那我想是这样的 我呢也是这个初次阅读《红楼梦》呢 是在这个初中的时候就开始读《红楼梦》 那么不出意外的是 也是这个虫子就进去就无法放下了 那我想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觉得《红楼梦》确实是一部很伟大的著作 因为《红楼梦》它从不管你是从哪个层次上看 不管是远观还是进桥 还是从各个角度看 或者是你在你这个人生的不同阶段去品《红楼梦》的话 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我觉得就是说都不会让你有这种瑕疵 或者是有这个不协调的这个地方 那么我想就是想问就是说 那么我觉得我想了解的是就是说 现在我们对于《红楼梦》和曹公 那不管曹公他是不是真的是作者 或者是真是如他所说的 他只是对《红楼梦》进行增三批乐的人 或者是有这个其他真作者 他能写出《红楼梦》 那么他肯定我觉得这部这部作品 这里面的故事和人物都不创作出来的 给我肯定都应该都是有原型的 那么也就是说 他是这个曹公是对于记忆中的 他是对于这个记忆中的这个故事 来进行描述和描述 那么我想问的就是说 我们就是对于曹公《红楼梦》进行这么多研究了以后 我想问的是就是说 我们对于曹公是如何创作出这样一部 就是说他的整个这个结构 还有就是他的很多线索很绵密 那么他的这样的一部作品 他中国历史上应该也是前 就是之前也是没有过的 那么他是如何创作出这样的一部作品 现在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一些一些猜测或者一些论述 我想了解一下 因为我觉得曹公他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作品 实在是匪夷所思的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很完美非常完美的一部作品 那么我想就是问一问 李老师可以那个 就是我我刚才讲就是关于那个曹写琴的 我们且不说他创作是如何创作的 没有人去研究他 就是关于他本人的资料 我们没有见到任何一个直接的一条 就他的对他的了解 就从这本书里面去 我们去读其书意知其为人 就是这样的去了解一下 再有就是从他的家族史 我们看他的家族记忆 再有就在朋友的友人诗里面 就关于他的真实的资料一条没有 那我们知道 我们研究这部作品是用文学的规律 我们研究曹写琴应该用历史的规律 就是要有一条资料说一番话 没有资料不可以胡说 所以呢 关于曹写琴 我觉得很难 就要靠新资料的发现 如果没有新资料的发现 目前也就是指在这样的一个水平上 没有的 更神秘嘛 对不对 大家你也没有神迹 没有 就没有发现 就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资料 嗯 这个 好 这个看看其他的 其他的这个 读者有没有 这个 我刚才看有一个屏幕上的一个文字的那个 说 让我谈一下 关于这个《红楼梦》的作者 是不是冒屁僵的问题 欢迎《红楼梦》的作者 现在已经有260多个了 260多个了 260多个了 波多曹以前的出作权 但是呢 他们都是孤正 都是孤正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就是我不知道 大家知道吗 有一个名科这个词 就民间的科学家 他认为他也很科学 但实际上他根本不懂科学的规律 很多这个 就是他们觉得自己也信誓旦旦的 我发现了《红楼梦》 我最我读懂了《红楼梦》 我最能说明一些问题啊 《红楼梦》是谁谁谁写的 除了曹 不是曹姐琴的 谁谁谁的 都是一些就是 民科的这个创造啊 关于茂 茂碧江是否写了《红楼梦》 我不要去讲别的 就是我跟茂碧江的后人 就是他的是多少代孙的茂祖怡 我是好朋友 我问过他 我说你知道你祖上 这《红楼梦》跟《红楼梦》有关系吗 他说我们家家族里面 从来没有说过这件事情 所以人家自己家人都不知道 你这个后面还还有一些人说 非要把这个《红楼梦》的这个著作权 放到《红楼梦》身上去 我觉得有点有点荒唐 其他的这个如果有人发言的话 可以直接讲了没有问题啊 打开那个麦克就可以了 好 下面我们把最后的时间留给我们这次 我们作家协会的现任会长 黄宗志先生好不好 他也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总策划啊 每次都是偶心沥血的来 来来策划这个这个每一奖 我刚才看到了 我有些人的讲 我们作家协会每一奖的主奖人 都非常优秀 都非常有渊源有背景 他们觉得很赞赏 总之 好好好 首先我特别感谢李明星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很精彩的讲演 让我们来说下一步怎么去读《红楼梦》 我看来也好好去读了 首先要感谢李明星老师 再就要感谢石中山这个我们的顾问 石中山老师呢 在洛杉矩给我们相聚 然后呢 他也积极的 他不仅是我们的顾问 同时呢给我们 在文学上面呢 对我们协会的支持是非常大的 所以他请了李明星老师来给我们讲座 同时呢 接下来他还要继续给我们推荐一些文学上面的一些大家 来给我们做一些讲座 所以未来呢我们还会不断的有一些好的一些讲员 来给我们举办那个Zoom讲座 同时感谢我们洛杉矶很多的朋友 都不管是我们协会的会员 还有呢我们那个洛杉矶的其他的像高校联盟的 和的其他的一些朋友来参加了我们这个Zoom 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同时也感谢那个在我们白米地区像纽约 这些旧金山啊这些作家们一直来对我们 都是给予大力的支持 今天呢我还看到有澳大利亚的有西班牙的 他们也都来听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我们这个讲座呢 能够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的话呢 从我们来说也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干的 还是非常就是值得 也希望今后呢我们不断的去给大家 能够做一些我们理所能及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感谢每一位来 参加我们这个讲座的人 谢谢你们支持 同时呢也希望你们继续来支持我们 再次感谢你们新同事 好我就讲这么多 谢谢宗志啊 刚才这个我看这个读者有些人在问这个 以后的这类似的讲座怎么知道啊 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呢 我们正在准备庆这个自己这个30周年 成立30周年啊 我们现在已经有150多个会员啊 这个刚刚在这个会长的主持下呢 我们在编辑30年的年庆的一本这个作品集啊 每一个会员都有一篇文章啊 这个据说已经到了500页 然后这个四五十万字啊 就是这个协会正在不断的壮大啊 我们如果以后有这个讲座的话 也会通过各种渠道在大量微信群上 这个这个散发通知啊 就你想办法加入到某一个啊 微信群这是最好的途径 好不好 那么今天就是我们的讲座呢 到到到这一会儿我再说两句啊 好好 不要我说两句 哎 那个首先感谢那个明星老师 今年非常精彩的讲座啊 然后也要感谢那个石中山老师 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这个专门的 就是比较专业的同学家 呃今天这个讲座呢 我想说一下是我们落成作家编辑部主办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月都有一次文学讲座 那上个月呢是落成文院讲的 就是报告文学的讲座 那这个这个月也轮到我们那个落成作家编辑部了 那今天的时间有点来不及了 因为很多跟很多编辑 因为我们编辑部有很多人啊 有十来个人吧 然后我也跟他们说了 希望大家能在会上发言 但是今天已经没有时间了 那那个我我我是这个落成作家的主编 王伟是副主编 那我们在这次活动当中呢 也是呃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们都是在呃私下的 然后做了很多 然后我们的编委还有一个郑立行哈 他和他太太 为我们做了这个呃这个文宣材料 然后一遍一遍的修改啊 一遍一遍的做就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私下做了大量的工作 然后呃大家对这一次的这个讲座呢 也非常期待 很多人非常期待 我觉得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尝试 因为我们是新移民在海外 作为一种品读国学经典 弘扬中华文化的一个尝试 所以说呢我们落成作家 编辑部全体 我代表全体编辑 然后感谢大家所有的来参加这个讲座的朋友 也希望大家今后呢 多多支持我们 而且多多的品读经典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啊 VV是我们的协会的副会长啊 他也是落成作家的主编 这本落成作家明年出的是第三十一期 也就是说我们三十年的历程 三十二期 三十二期 都有每年都有一期 都有一期 而上都是集中了这个协会最优秀的作品 啊 这个如果有人有感兴趣的话 可以跟我们联系啊 这个 大家都是生活在海外 我们都算是海外作家啊 然后呢 对弘扬中华文化啊 这个有责任义不容辞 然后大家也是有兴趣 对吧 啊 再次感谢啊 李老师 感谢石中山先生 然后我们特别致谢每一位到场聆听讲座的这个 这个 听众啊 好 今天的活动 我们到此结束啊 感谢大家 咱们下次见 谢谢 谢谢那个洛城作家的每一位编委 编辑 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次是他们来策划 来举办的 谢谢 谢谢各位 好 谢谢明星老师 谢谢东山 各位老师再见 好 谢谢明星老师 谢谢明星老师 我也感谢各位老师 谢谢 好好好 好 好 好